今天是讀书会 那今天是疏导 今天的主题我们要 就是要询问大家 是如何进行压力的疏导 那压力所谓的压力 就是当人们去适应 由周围环境引起的刺激 那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经营上的身体反应 那它可能对人们的心理跟生理 健康状况产生积极 或者是消极的影响 那压力是一种非特定的反应 那不同的人表现出来的是 不同的身体状况 那除了对身体有造成伤害以外 那过度的工作压力 对于组织的消极影响也是大的 那今天我就是有找一个 小小的测验 就是让大家去选择说 你适合的消除压力的方法 那测验就是 今天你接受朋友的邀请 那一起去坐船出海去玩 那可能天气很好 你的心情也很愉快 那之后你们进行活动 一阵子之后 决定在海上停留两个小时 那这个时候 你会选择在哪里做休息 第一个选项是船的最上程序 那第二个选项是船头的甲板 第三个是船舱里面 所以大家的选择方式 就是大家的选择方式 就是方方面 你说船的最上面 然后船的甲板 船头的甲板 然后另外一个是船舱里面 然后第四个是船尾 对 那就是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我选头的甲板 船头的甲板 我会选船舱里面 对 我会选船的甲板 那这四个说明不同的 就是抒压方法 那第一个就是船的最上程 就是希望在高的场所休息的你 就表示你很在意别人面前的表现 那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为了消除自己的压力 那就算只是感到稍微的心情不好 你可以去吃吃你喜欢的食物 或者是逛街买东西 那这都可能会转变你的气氛 那让心情一好 相对你的工作能力 就会进行的非常顺畅 那第二个就是船船头的甲板上 那很多人选 那这个部分就是 在你的心底深处一直都抱着 想要到外地去旅行的念头 所以船头这个地方 代表你想移动的愿望 建议你不妨到国外走走 或是泡泡温泉也是不错 那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办法实现的话 那去看海也是很好的解除压力的方法 那如果这样子做 你的压力就会被风吹散这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到船舱里面去的人 那船舱是乘客聚集的地方 也是船塔讯息的地方 那会选择这个答案的人 基本上你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快乐的度过 那当然最适合你的消除压力方法 就是跟朋友一起喧闹的在一起 那当你感到郁闷或者心情暗淡的时候 那不妨就是引你为中心 就是聚餐啊唱唱歌 那在朋友面前把你心中不满的话 全部都倒出来 你的压力也会消除不少 那最后一个选项是床尾去的人 那选择在床尾就表示 你现在的精神跟体力都相当的疲劳 什么事也提不起劲 那这样你最适合的休息方式就是 把你的电话线拔掉 或者是工作课业都暂时抛到一边去 那一个人休闲的度过 那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让自己安静下来 看看你就是 看看你喜欢的书或者是影片 这样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那你是选什么 我是船头的假扮 这是大部分的人选 可能是 然后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 当你面对工作压抑的时候 你们各自的抒压方式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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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